这是阿富汗为数不多的成功女企业家之一,在过去四年里经营着一家洗护用品公司,公司里全都是女员工,这家公司正在帮助她的员工维持经济收支平衡。 女老板在四年前成立了她的公司,专门生产洗发水、肥皂和洗涤剂,公司成立的时候耗资40万阿尼左右。 该公司位于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,往东距巴基斯坦边境只有100公里,往西可达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,往北通向首都喀布尔,往南通向主要的商业中心和交通重镇。 因此,他们生产出来的洗发水和肥皂洗涤剂能够销往全国各地,虽然看起来很像一个家庭小作坊,但是多年来产品的销路一直很稳定,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, 她现在还雇用了15名做全职的女员工,她的员工很高兴在这里工作,因为很多阿富汗男士都找不到工作,而他们的工资却能够养家糊口。 但是工厂里面的机器太少,设备老旧,基本全靠人工,受限于机器设备和资金限制,这个公司暂时还无法扩大业务规模。 在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,他们生产出来的洗发水、洗涤剂,除掉成本和员工工资,最后赚的收入并不多,但让他们维持生计,克服经济困难,还是可以的。 在阿富汗妇女不能外出工作,姑娘不能上学的情况下,能在当地拿出3万元启动资金去创业是非常需要胆识和魄力的。 目前也有一些阿富汗妇女在努力创业,她们主要集中在裁缝、刺绣和手工艺品领域。 生产日化洗壶用品的人并不多,洗发水、肥皂和洗涤剂,这些品类基本都是刚需产品,而且是一号品。 这也是她们能够以小作放的形式长期生存下去的一个原因。 对这些妇女来说,她们不仅能用工资养活一家人,也是在为阿富汗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做贡献。